請你多多多多多個資料 請你多多多多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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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你多多多個資料 那真正的問題在於 他和這個解聘做一個連結 我們大部分的一個 深等的過程中 有的比較很嚴 很鬆弛的這種限制的話 可能有些条件 这个研究的内容不是很好 可是那个审查委员都基于说 万一六年条款过的话 那这样子是不是 等于说让那个老师就失业 所以反而让他的升等 很容易就过关了 那我们让一个不是达到那个水准的研究 让他过关了 那也不是我们学术的一个期待 这样的期待 那如果因为一个他的学术表现很好 可是因为这种解聘的规定 让因为刚才前面讲的各种霸凌的那种形态 而非关学术的问题 然后被利用来霸凌老师的一种手段 那这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 所以真正的解决的问题的根源 是在一定要把这个六年条款和解聘脱钩 那才能让这个劳工教师的工作权收到保障 那学术的自由呢 也能够获得保障 教学跟研究这两个的比重 好不好拿成绩 一定时间下 你又可能因为研究没做到 而失去工作的情况下 我们去合理的推断说 这当然会是重研究轻教学啊 那轻教学的结果就是跟我们学生有非常大的关系 轻教学这件事情 学生可能怎么说呢 就是老师在既有的时间的情况下 他要拿去做研究 那教学上他可能那个备课上面啊 可能需要花的那个时间就会被挤压 更不用讲说如果针对我们研究生的话 可能老师会找不出时间跟我们议题啊 那找不到时间议题的话 那我们要怎么毕业 我们自己的论文品质怎么样去兼顾呢 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很多老师常常用这个方式来自我解草 说啊就是混口饭吃嘛 那现在就是刚快把这个配合写一写升等就好 那这个才根本上伤害了台湾整个学术发展 最内在核心的精神 这个没有办法量化 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 可是我们知道这是事实 你没办法量化说 我们到底伤害了多少 真的看不到啊 可是它却是非常真实发生的 你说这个学术上的精神消失之后 你要花多个时间去弥补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我都趁现在 大概14 7 8年的这个制度 要赶快把它停止掉 赶快把它停掉 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弥补 过去这个错误政策所造成的台湾学术的伤害